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远古人类在技术上和现代科技相比非常不成熟 甚至是极其落后的 但在2000多年前在古波斯炎热干燥的沙漠中 当时的工程师们就掌握了一种可持续的技术 可以在炎热的夏天储存冰块 这座位于地面上的穹顶状结构名为雅赫切尔 在古波斯语是冰坑的意思 是一种古老的蒸发冷却器 结构非常巧妙 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冰箱 正主体有约18公尺高 墙壁至少有2公尺厚 墙面是用沙子 黏土 蛋白 石灰 山羊毛和灰烬 以特殊比例调和而成 这种灰泥能隔绝热传导 也完全防水 雅赫恰尔看起来像个巨型黏土蜂巢 高大的圆锥形体通过顶部的开口 将任何多余的热量向上或向外引导 中心的孔允许冷空气进入 并一直向下到达地下的底部 与地下水道相连结 将水引流至建筑底部 当夜晚温度低于冰点时 就会形成冰块 不需要任何电力配合 早在公元前400年 古波斯帝国的工程师就开始在沙漠中建造雅赫切尔 通常用于储存冰 整年都可以使用 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 通过这种原始的冰箱 波斯人不仅可以在炎热干燥的环境下储存冰 还可以保存肉类 水果以及蔬菜等易腐烂的食物 这项杰出的发明是古代波斯人 在沙漠居住地生活的众多方式之一 远比现代技术早得多 在当今的伊朗 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 雅赫切尔这个词仍被用来指称 现代的家用冰箱 这宏伟的建筑古迹再度印证了古人的智慧